第二日卯时,魏英早早便起身,坐在铜镜前,由着宫人为他梳洗。 才大婚不久,是以魏英今日择了一身浅红色的衣衫,一百处绣着几层少药,花蕊出点缀了几枚宝石。 虽则皇帝后宫没有其他妃嫔,但太皇太后尚在。 她出来乍到,还是谨守规矩,早些去请安为好。 说起来,太皇太后在宫中立了大半生,指不定是位多么厉害的人物,她自然要小心为上。 在慈安宫门口立了片刻,宫人通传完,客客气气地请了魏英进去。 太皇太后早已起身,坐在正殿,主位上等着魏英。 她老人家今日穿得也喜庆,眉目和善,看着让人生出两分亲近之感。 魏英恭恭敬敬给这位长辈磕了个头,太皇太后瘦了,欢喜道,好孩子,快起来,到挨家这儿来。 宫人搬来一把软椅,魏英依言在太皇太后身侧坐下。 太皇太后拉了她的手,细细打量着。 魏英无恙声得极好,饶是她在宫中见过各色美人,都不及面前这孩子出挑。 太皇太后心下满意,她看人素来准,眼前这孩子虽也长于宫廷,眼睛里却是澄澈干净的。 魏英知道太皇太后在看自己,只微微低了头。 太皇太后笑道,你们这些孩子都贪睡,也睡不够。 这时辰还早,岂这么早作甚? 她话语里带着关心,魏英张了张嘴,还没答话,太皇太后又关切道,早上可用过了。 魏英点头,回太皇太后,用过了。 太皇太后看上去有些遗憾,又转头吩咐道,你们几个,去小厨房端些糕点来。 慈安宫里的糕点师傅,是御膳房也比不上的。 几名宫人退了出去,不多时,捧回数种点心。 太皇太后指挥着让人将糕点摆在魏英面前,这个好吃,放得尽些。 她笑着看向魏英,你这孩子,喜欢吃什么,自己拿。 琳琅十余种糕点,魏英谢了恩,斟酌着取了梅离她最近的奶酥。 那奶酥做成了玫瑰的模样,咬一口,唇齿间都是淡淡的奶香味。 太皇太后瞧着高兴,又拉着魏英尝些旁的。 一名工人入内,回禀道,太皇太后,陛下来了。 太皇太后点头,让望鸡进来。 蓝湛入了内殿,先向祖母请安,待坐定后,目光自然地落在了一旁的魏英身上。 这还是成婚前后,他第一次见到这位魏国的七皇子,一时不免正主。 礼部先前倒给他送过画像,只是他未放在心上。 如今见了人,不由让他想起魏国使臣在朝堂上,那些夸赞七皇子容貌之语,竟是半句也未夸大。 魏英客气地对蓝湛一礼,地下安好。 蓝湛回神,微微汗手。 太皇太后瞧得分明,同身侧的嬷嬷相视一笑。 这么个可人,又是难得的昆泽,他家孙儿还真是好福气。 太皇太后越看魏英越喜欢,笑道,好孩子,你初次来,哀家有些东西给你。 给魏英的见面礼,太皇太后是一早便被吓的。 一名嬷嬷领了几名工人去取,太皇太后看向她贴身的李嬷嬷,又低声交代了几句。 李嬷嬷目光中流露出几分诧异,却未多言,自退下去办事。 不一会儿,几名工人捧着托盘鱼罐而入,略略扫一眼,见里头各色宝贝,白玉的白剑,南海的珍珠,还有些文房似宝,连笔喜都是用玛瑙做的。 魏英忙起身谢恩,太皇太后按住了她,笑得和煦。 约莫小半斩茶的时光,李嬷嬷捧着一方锦盒入内,立到太皇太后身旁。 太皇太后打开锦盒盖子,其间是一枚金项圈。 旁的不提,项圈正中欠了颗拇指大的明珠,一看便知价值不菲。 李嬷嬷道,这项圈是太皇太后当年的陪嫁,殿下可真是好福气。 魏英一愣,太皇太后取了项圈,亲自给她戴上,你这孩子和我演员,好好收着。 项圈戴着,沉甸甸的很有分量。 太皇太后招招手,对蓝湛道,望鸡,过来。 她执了魏英的手,交代道,不论如何,这孩子远离故土,来了我们姑苏。 你可得护着她些,别让宫里人欺负了她去。 蓝湛点头,孙儿明白。 太皇太后放下心来,又道,眼下你身边有了人,祖母也安心不少。 耽搁了这些日子,哀家想着,后日便该动身去五云山。 李嬷嬷知晓太皇太后的心意,接口道,老奴听说, 这五云山的宋子娘娘是最灵验的。 太皇太后看着面前这两个孩子,笑得意味深长,说不准,等哀家回来,就能抱上曾孙了。 魏英脸微微泛红,心到太皇太后着实想得有些长远。 和蓝湛一起从慈安宫里出来,魏英浅浅行了个礼,尚未等蓝湛开口,便十分懂事地自行退下。 太皇太后特意吩咐人捧了赏赐送他回去。 走远几步,魏英打了个哈欠,知道皇帝不大待见自己,还是识去些好。 方才在慈安宫,他同着皇帝顺着老人家的心意逢场作戏,两个人都累得慌。 蓝湛看着魏英离去的背影,一时未动。 倒是总管心下暗暗折舌,这位新来的殿下,也推懂事了些,看着竟比陛下还要冷淡。 回了养居殿,服侍的工人,恭敬递上了新茶。 总管回禀道,陛下,严大人已在外等候多时。 蓝湛汉手,让他进来吧。 他心尽提拔了严冰云为礼部侍郎,全权掌管魏国使团一事。 严冰云虽年轻,办事却很是妥贴。 听他一一回禀完要紧之事,并无疏漏。 如今合一已成,魏国使团不宜久留,不日便要启程回国。 蓝湛端起茶盏,问道,魏国陪嫁来的人,可有异动。 此番,魏国是以中宫敌出皇子的规制替魏英治办出嫁之仪, 陪嫁的家臣、侍从,约莫有五六百人。 除了贴身服饰魏英的,暂且都安置在宫外。 严冰云道,回陛下,陈同堂将军试探过,暂未发现可疑之人。 蓝湛汉手,魏国大败,一力求和,想来也不愿主动挑起事端。 只是魏国送来的这些人,仍是要小心提防。 蓝湛饮了口茶水,吩咐道,你且让人仔细盯着,不可掉以轻心。 严冰云拱手一礼,臣遵旨。 待人退下,蓝湛想起今日在慈安宫中见到的人,吩咐总管道, 以井宫那边,你前几个得力的人过去服侍,别让宫里人怠慢了。 那七皇子看着是个乖顺的,他在这姑苏无依无靠,保不齐宫里,有人赶饭上。 既将人娶了回来,虽没什么情分,总也得照扶着他几分。 总管宫声道,是。 以井宫中,魏英换下繁琐衣裳,回榻上睡了个回龙爵。 宋亲使团连月赶路,到姑苏又是各种规矩要学,他一直没得好好休息。 这一觉睡得舒坦,魏英值睡到午时。 等午后起来,魏英换了身长服,前掌室请示过,便吩咐人传善。 贵君位分颇高,姑苏皇帝又后代后宫,一英吃穿用度都胜于魏国同皆非贫。 魏英坐在善桌前,这菜色虽好,只是做法实在是太清淡了些。 尤其是那基于豆腐汤,简直就如白水般。 见魏英筷子动得慢,前掌室小心道,殿下可是不喜欢这些,老奴让膳房重做几道。 魏英摇头,他出来姑苏,不宜多生时端。 陪嫁的人里头,倒有两个厨子。 只是上在驿馆,魏英也不准备请恩旨赵人入宫。 他心下叹了口气,眼下暂时如此吧,小心些好。 用过午膳,魏英无事可做,坐在回廊下,默默盘算着以后的出路。 前掌室命人端上些糕点,又道,殿下,太皇太后今日的次礼,老奴已经吩咐人造侧入了库。 殿下可要去瞧瞧,魏英心中有些考量,喝过一盏茶,便带了温明去库房。 太皇太后出手着实大方,不过是给晚辈的剑面里,共有金三百两,银一千两,绸缎三十匹。 翡翠各式配石剑,白玉各式配石剑,三香宝石代沟成剑,除了金银事物,还有些精致百剑。 其中的天青幼笔架和白玉笔雕和叶席,魏英很是喜欢。 魏英国此番给他陪嫁的物件不少,也都堆在宝库里。 魏英是先看过陪嫁单子,里头巢笔配饰一类,衣物布匹一类,摆饰家具一类,古董字画一类。 除此之外,还有田产铺子,并一些日用药品。 整个宝库已经被堆满了大半。 魏英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陪嫁宝贝,也不枉他在魏帝面前哭上那一场。 魏国战败,朝中上下为义和之士吵了数日。 知道自己要被送入姑苏和亲后,他倒是出奇地平静,意识之道,反抗无用。 换了身德体衣衫,他自去求见魏帝,知道自己受魏国供奉多年,和该为母国做些事情。 只是姑苏千里迢迢,日后不能再在父皇面前尽孝,实在是愧为人子,有为人伦。 望父皇能够保重自身,原谅他不孝。 他说得言辞恳切,声泪俱下,一旁的温宁直接看傻了眼。 总算魏帝还有些为人妇的良心。 自他出生以来,魏帝流连后宫,对他们母子不闻不问。 母妃早亡,他一个人在宫中煎熬。 直到他长到十七岁,分化为昆泽,魏帝才记起有他这么个儿子。 后魏帝将他交由皇后照拂,也不过是为了如今这般的用途罢了。 他这一番哭,唤起了魏帝心底几分难得的是独之情。 这些年他对魏英关怀甚少,如今又要将人远嫁。 可怜这孩子,非但对自己没有半分怨对,还因着不能在自己面前尽孝被感伤怀。 魏帝心中有愧,亲自搀扶起了魏英。 这孩子模样生得极好,小脸上挂着泪痕,着实让人心疼不已。 自然,收回和亲之旨是万万不可能的,只是,却可以在旁的地方弥补一二。 不久后,魏帝便下旨,魏英和亲,按中宫嫡出之子的规格,由皇后亲自操持,给足了魏英荣光。 朝也无意义。 皇后毕竟抚养魏英两年,魏英对她一向乖巧孝顺,便也用心操办了此事。 魏英命温宁收好陪嫁单子,待空闲下来,还是要将这些陪嫁一一清点过。 在想法子,折了现银。 自然,不必急于一时。 夜里沐浴完,魏英停退了宫人,照例留了温宁在外间守夜。 月儿高悬,仪式静蜜。 魏英一时无眠,从枕旁抱过自己的布娃娃。 这娃娃,模样十分不起眼。 经年累月下来,已破旧不堪,却是她最珍贵之物。 这是母妃当年,亲手为她缝制的。 布娃娃用作眼睛的猫眼时,还是母妃特意从自己衣裳上拆下来的。 母亲位分低微,只是位帝的一介美人,俸禄微薄,却总是拼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。 布娃娃咧嘴笑着,就如她在母妃怀中一般,无忧无虑。 魏英难难道,母妃,献献到姑苏了。 献献长大了,会照顾好自己,母妃不要担心。 月儿无声地照着大地,满地清灰。 接下来的两个月,除了三月二十那日,去宫门口送了太皇太后奉嫁往五云山。 余下的日子里,魏英都是成日待在仪锦宫中,甚少出门。 每日她照例睡足五六个时辰,总要至四时才起身。 醒来后,用过早膳与午膳,便带着温宁去库房终点算嫁妆。 都是些贵重之物,魏英不放心假手于人。 横竖她在这宫中无所事事,一日便只慢悠悠理那么一小部分。 两月下来,已整理了大半。 那些没有皇室印记,便于折算的,被她单独放置了出来。 至于剩下的,若是实在迫不得已,将嵌在上头的宝石珍珠取下来也不是不行。 只是如此太过浪费,还得想想别的法子。 与陆七那几日,魏英老老实实待在店中。 整座寝殿都弥漫着淡淡的奶香,又透着些许甜。 好在她抑制忌备的族,整整两大箱子,都是为公的李老太医专门为她配置的。 无半分不好的作用。 她还特地请太医调配了味道,加了些蜂蜜。 这样的模样也好看,吃起来宛如糖丸一般。 出嫁前那一月,皇后为她操持嫁妆,她则私下里求了李老太医多多备些药丸。 李老太医在宫中大半辈子,心肠最好。 从前她同母妃病了时,也只有李老太医肯悉心给她们诊治。 因着魏帝的旨意,宫里也感激魏英此番和亲姑苏,指了战事,待她格外优渥。 几番奔走下来,魏英凑足了这两香药,宝贝地搁在自己嫁妆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